大家好,我是李正义 欢迎来到数据分析Excel实用技巧 那么在讲Excel之前呢 我们先来对数据分析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数据分析流程分为四步 首先是数据采集 第二步是数据清洗 第三步是数据分析 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是一个结果呈现 那么第一步数据采集 做分析 那么我们需要采集我们需要的数据 那么第二步对采集到的数据 然后进行整理删除无效和错误的数据 以方便我们进行分析 那么作为数据清洗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数据进行分析了 那么我们会根据数据的一些特征 然后采用合适的一些数据模型 然后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然后得到我们需要的结果 那么最后我们会以图表形式 然后将结论 然后进行展现 以方便使用者 然后容易理解和观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Excel 我们要讲的一些内容 第一章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包括界面介绍和功能介绍 第二章是数据的录录介绍 主要包括高效的数据录录方法和数据的导入功能 那么第三章我们会介绍常用的一些函数 主要呢 我们会介绍文本函数 日期函数 逻辑函数 查证营养函数和统计函数 第四章我们会介绍 Excel里面最常用的透视表应用 第五章就是图表的一些制作 这是按照数据分析的整个流程来梳理的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Excel的一些简单介绍 那么可以看到它包括开始菜单 插入菜单 页面布局 公式菜单 数据菜单 选页菜单 试图菜单和开发工具 我们可以看转换到Excel里面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有开始菜单 插入菜单 页面布局 公式 数据 选页 试图的开发工具 那么开发工具这个菜单 比较特别一些 一般你安装文之后是没有开发工具的菜单的 那么我们会在文件里面 然后选项下面去找到自定义功能区 在右边自定义功能区的主选项卡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开发工具 那我们现在是选中的 所以它那个菜单栏上面是有的 我们可以把它去掉之后 可以看一下 它就消失了 我们再把它加上 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开始菜单 开始菜单呢 主要是包括这几个模块 首先最左边的是复制功能 然后中间这里包括到这 是对数据单元格的设置 那么这里这一块是主要是对单元格的设置 然后这里这一块是对数字格式的设置 然后这里是对单元格样式的设置 然后后面这里还有一个编辑功能 那么它包括自动求和填充 还可以进行清除 排序和筛选 然后查找和选择功能 那么插入菜单 可以看到左边是有数据图示表的插入菜单 那么数据图示表下面还有一个数据图示读 然后这里这一块是一些图表的插入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形状 然后还有smart图表功能 一般这里我们是不成用的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图表 图表是ease里面比较成用的功能机 然后这里还有迷你图 迷你图那么是从2010版本开始 它有设计迷你图功能 这里还有一个筛选器 也就是切片器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 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公式和符号 可以看一下公式 它有一些比较成用的一些公式 比如说圆的面积公式 像是定理 核的展开等等 再下来我们看一下页源布局 可以看到 页面布局呢 它是对这一块表格区域进行的一个设计 那么这里这个功能 我们一般会在打印的时候才会用到 所以这不是我们成用的功能 前面来看一下公式 公式的话它是插入函数 可以看到插入函数 点击插入函数之后 它就弹出了插入函数的对话框 那么在这里可以搜索它的函数 比如说我们可以搜索一个球盒 然后点击准到 我们稍等一下 它这个比较有点慢 可以看到它会推荐出一些球盒的函数 比如说三米三米还有三产特这三个函数是跟球盒比较相近的 那么其他的菜会推荐一些就是不算比较传量但是也会相关的一家函数 然后这里有一个自动球盒 这里跟开始餐单里面的自动球盒基本上是内置的 然后这里它会将刚才插入的函数 然后区分分别内的在这里展示出来 然后方便你去选择 然后这里有一个名称管理器 具体干嘛用的 我们后面会介绍 然后到后边的这几个就不算是 就算是比较不成用的一些功能 当然有时也会偶尔用到 但是不多见 然后数据数据菜单呢 它左边最左边的是数据导入功能 包括来自access的来自网站的来自文本的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来源 可以看到 然后还可以在当前进行数据连接 那么再往右 它这里有排序跟筛选功能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降序和升序的扩节键 后面我们会具体介绍到 它还有分裂删出重复项 然后实际有效性的设置单击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审阅 审阅主要是对拼写错误的一个检查 还有就是这里面是否有错误值的检查 那么就是说如果有错误 或者说你想签加什么备注或者注释 然后方便其他人查看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点击新键批注 点击新键批注之后 可以看到有一个文本框彈出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输入数据分析 然后随便点到其他单元格 它就关闭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鼠标移动到这儿 可以看到它是有 就是刚才输入的那个文本框 它就显出来了 可以看到有添加注释的单元格 它这里会有一个红色的三角符号 那么我们如果说不需要了 我们可以点击到这个有批注的单元格 然后点击这里删除 那么就可以把它删除掉 可以看到它这里没了三角符号 那么视图功能 视图功能比较常用的是 这里的动阶 双格 其他的我也先介绍一下吧 这里有普通视图页面布局 还有分页预览 可以大家看一下 普通视图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种视图 那么页面布局是什么呢 可以看到它会根据 我们需要打印的A4值 然后把它进行 页一页的进行划分 当然我们会在页面布局那可以进行调整 那么分页预览 分页预览的话 它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 它是把当前的所有内容 然后单独做了一页 当然你要是数据量多的话 它会分成两页或者三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里分了一页两页三页 那么这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比如说把第二页调整为这么宽 或者把第一页调整为这么宽 这是可以调整的 那么我们回到 还是回到普通试图里面 再下来是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有VB红 那么还有比较成用的 插入表单空间 还有active空间 那么active空间跟表单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是类似的 那么它有什么区别呢 表单空间是不需要进行VB编程的 但是active空间是需要进行VB编程的 就这么的区别 那么介绍完Excel的开始菜单 我们下一张就开始来介绍 Excel的数据录录功能 进行VB编程的 这一张是 什么事 我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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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懂得